哈喽 大家好 我是路杰 说实话我们真的是有很长很长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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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没有开过卡了 最近真的是有忽略到我们的叶罗莉粉丝 还有奥特曼的粉丝 以及喜欢用人格卡包的一些粉丝 所以我打算了 一定要把之前 落下的全部补回来 叶罗莉的梦幻包 奥特曼两周年纪念版 两周年三百多 梦幻包一百多 总共也就花了四五百块钱 当然了这个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失去的 捕回来 今天的我们就先来满足一下 叶罗莉粉丝的梦幻包 哇 这粉粉的太适合我了 猛男必开 我应该换一身粉色的衣服 这样才比较搭配 来 看一下 这一盒里面有18包 看一下梦幻包里面 又可以猜出来什么 值得收藏的卡片呢 哇 HR卡 冰冻组 UR卡的冰萨 变身 它的编号是UR059 这一张我们没有 没有 我们就收藏起来 后面的卡 我们应该不看 现在我们只需要看两张卡就可以了 一个是HR卡 一个是UR卡 剩下的全部抛弃 毕竟我们的卡比较多 大家喜欢哪张卡呢 也可以跟我发评问 我的天哪这一张太帅了 狂尊 什么时候我也能长这么帅的 HR卡 016 刚才是001 我记得我们之前拆过梦幻包 001已经拿下了 这张庞尊真的是太帅了 尽管是要重做也得好好的尝起来 来 最后一张 有 UR卡的亮才 看它的编号是多少 047 047我得好好琢磨一锯 是不是有呢 我的卡车是不是已经集齐了 看来又得买一个卡车了 大家有什么卡车 值得推荐的也可以发我 我一定要买一个超漂亮的 哦 后面没啥 首先看到的就是最后的一张 龙公主 哇 幼儿零四八 我的天 太漂亮了吧 第八季的叶罗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反正我现在都买了VIP 第五季更新了 大家记得看 哦 后面有 没查卡的白光银 白光银我总是不太喜欢 它的这个发色 为什么要分开呢 感觉有点像魔女 怎么回事呢 下一包 哦 我的天哪 金王子 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一出场 哦 一汪闪闪 这个3D卡还是蛮有意思的 稍微有点变化 最后一张 哦呦 SS2卡的亮彩 一张亮彩 有点惊艳 第1011 我之前肯定没有的 第一系列的 还是011 我的天哪 这一张漂亮 SS2卡也是很惊艳的 这样的卡也是值得收藏的 其他的卡就没有什么 收藏的必要了 哦 这一包 呦 鱼娘娘 我的天哪 H2007 哦呀 怎么两个人要每次出场都这么艳灵 哇 太漂亮了 看一下它的变化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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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 这张怎么这么帅呢 整体都是紫色的 紫色的苗边 紫色的桃仙 紫色的头发 紫色的衣服 这张卡我觉得 很多女孩子都想要吧 Ur058 哇 这一张一定要好好吵起来 太漂亮了 我觉得这张卡应该是超级稀有 剩下的就没有了 今天那个手机真的是太棒了 买一盒就是爽了 拆起来就这么惊艳 哦呦 这一张 HR卡的林公主 和我们的包装一模一样 哦 哎呦 这个电话明显 再后面 哦呦呦呦呦呦呦 Ur卡的罗莉 编号057 哇 没有刚才的燕 它两个是 一个是57 一个是58 紧挨着 但是呢 言诀这张更加的亮眼 把这一边的 我们今天先猜了吧 哦呦 冰公主 002 诶 刚才是001 001 002 都凑齐了 但是冰公主的变化 不很明显啊 3D卡 好吧 有点失望 不容这一张 也是罗莉 第一 SSR 012 梦幻帮我们猜出来的卡 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价位确实有点高啊 哦呦 这一张卡 哇 这张林公主 也是全身都是粉色的 头发也变粉了 上面的花也变粉了 只有眼睛是黑色的 所以说整体看起来 眼睛这部分很突兀 这一张和我们刚才的眼睛有点搭啊 漂亮 哦呦 最后一张 哇 最后是冰公主啊 冰公主 060 这个来说 整体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大的 发紫蓝色的这种桃鲜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冰公主 满头白发 满如自身有约冰雪 是 漂亮 目前我们已经拆了有 12345678包 拆了有8包了 一盒总共有18包 每一包是10块钱的 好贵啊 然后每一包只有6张 我们现在已经抽了8包了 将近有一半 最后我们再拆一包 结束今天的一个环节 时长不能太长 为了满足大家的 观看需求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最后一包也是没有让我失望 可以赢 这个动态我们看一下 哦 好像变化也不是很明显哦 哎呀 最后一张 哦呦呦呦呦呦 这是谁 这是谁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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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2卡 我赖个句 我第一次抽中 居然现在都有SG-2卡 妈妈呀 而且还是彭尊 瞧这有多帅气啊 我的天哪 编号是第一006 这个编号我一定要记住 这个衣服还有腰带 你有没有发现 在灯光下都是亮起来的 哇塞 整个有一种皇家贵族的感觉 太帅了 太太太帅了 我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一张卡呢 没想到今天这最后一包 给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猜到这样的卡 我不知道大家满意了没有 反正我是太开心了 看来以后我们得多猜卡了 一定 还有其他的SGR卡 我们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今天的全场最佳SGR卡 同尊大家没有意义吧 然后就是严爵 这张卡也是非常漂亮 哇两个大帅哥 太漂亮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沐子洋 猜了这么多期的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猜猜我们是一位 帅哥 也有一个 他吗 他呢 他很满意 为何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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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继 B3029 B309 新造型 猜出来不少新卡 之前都没见过 B3021 这个不知道之前有没有 B3028 B1007 这个之前我们也猜出来过 B1007 这个之前猜出来过 看这个编号我就知道 最后一包了 最后一包有什么惊喜呢 B303 这个猜出现了 B1054 B1054 也是一个新造型 看起来有点冷酷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陆紫燕 我们拆叶罗利的精准包呢 也已经拆了好多包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手头目前所有的TR卡 这个TR卡呢 总共有40张 也就是编号1到40 目前我只差3到4张 就可以把它全部凑齐了 今天就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手头的所有的TR卡 到底长什么样 001 苦雀 002 风银沙 键盆 14 王墨 005 006 苏妍 007 茉莉 008 也是茉莉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19和20 没有 接下来就是试试 021 022 023 024 接着个025 026 027 028 029 030 031 032 33 34 35 36 37 38 就是39 我目前呢 只差了4张 就把它凑齐了 这就是我手头所有的TR卡 当然啦 手头还有一堆重复的 哇 还是千万不要放弃了 我手头呢 今天有将近200张的TR卡 说明我也猜了将近有200包的金砖包了 结果呢 还差两张没有凑齐 真是怀疑啊 到底有没有那两张 哎 太难了 今天呢 依然是老习惯 随便呢 买5包 看一下这5包又如何呢 开拆 先来猜击一包 TR卡 013 亮彩 黄颜色 就是它的专属色号 特别的亮丽 但这情况好像没有什么UR卡 这一包也太刺了 只有两张SR卡 黄墨 文芊 下次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所有的SR卡 到底长什么样 真是有好多好多的 R卡就更别说了 太多太多了 第二包 TR卡 文芊 022 哇 UR卡的曼多拉 编号018 哇 相当的漂亮 然后呢 是孔雀 其实呢 孔雀和曼多拉的 它一份额还是有点像的 都是这种05分 然后就是SR卡 两张 亮彩 水王子 第三包 TR卡 莫莉 008 呜呦 我看到后面的金闪闪的 毒娘娘 SSR卡 CL004 SSR卡 C系列的我们好像只差一个005了 其他的基本上已经都凑齐了 其实这个毒娘娘的 SSR卡真的非常漂亮 跟UR卡都有点像 好多小伙伴呢 也给我留言说想要这个 毒娘娘 剩下的有一个 SR卡的萝莉 这个萝莉其实不好看 第四包 看来今天的希望依然比较渺黄啊 键盆 TR卡003 看着样子应该是UR卡 哎呦 文芊 010 哇 这张文芊他的眼影好重啊 有点偏暗黑戏 这张卡已经有了 这么看 好像一般般一样 但是你要稍微一版主 哇 在争光下 你就把这个头心 晃起来了 非常的漂亮 来 我们就是UR卡 中盆 能彩 不用了 最后一包 那一扎 点一扎 从这一边我就能看出来 SSR卡 哇 帅 CL006 说实话啊 CL系列的真的是特别难猜 尤其是这张旁封 这是我目前猜到的第二张了 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而且这个造型跟UR卡的特别像 非常的帅 今天我们抽到了五张TR卡 两张UR卡 两张SSR卡 而且这两张SSR卡真的是比较少见 尤其是这个旁封 哇 帅呆了 然后这里UR卡也是非常的厉害 今天依然呢 要得到我想要的卡片 可惜 我猜到这四张也挺不错的 争取下次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顾之言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猜 叶罗莉党 金针包 拿出十包 又是崭新的十包 开拆 第一包 TR卡 四丝 R卡 SR卡 冰公主 R卡 SR卡 心灵 R卡 第一包实在太亏了 连张SSR卡都没 第二包 SSR卡 王墨 亮晶晶的 SR卡 R卡 SR卡 R卡 TR卡的墨沙 前两包都没有猜出来有R卡 有点可惜 SSR卡 零公主 哇 这一包也没有UR卡 TR卡 孔雀 来了一张UR卡了 曼多拉 编号018 四周都是绿色的桃仙 非常有民族分 可惜这一张我们已经有了 TR卡的水王者 这一包是什么呢 哇塞 看到了看到了 UR卡的白光银 这一张我们已经有了 银色的桃仙 发型特别的亮丽 又来了个TR卡的墨沙 继续 哦呦 这是什么呢 哇 UR卡 编号030 最后一张UR卡 黑香菱 这一张我们已经也有了 TR卡的文献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UR卡 哇 这一包是什么呢 SSR卡 水王者 SR卡 R卡 SR卡 然后就是TR卡的罗列 TR卡的飞零 然后后面呢 最后一张我们看UR卡 炎绝 整体的服装和发色 都是这种紫色的 特别的帅 编号是001 也就是第一张UR卡 可惜还不是我们想要的 还有最后两包了 希望好想啊 这一张是什么呢 哎呦 TR卡冰公主 好 和我们包装盒上的一模一样 连张SSR卡都没有 只有三张SR卡 最后一张 哎呦 没有UR卡 只有一个SSR卡的冰公主 TR卡的孔雀了 它的十包 依然没有找到我们想要的卡片 这十包里面我们只猜出了 这是几张呢 只猜出来四张UR卡 编号001的炎绝 编号018的曼多拉 编号030的黑香灵 编号020的白光银 看来我剩下的那两张UR卡 还真不好拆 这里还有五盒金钻包 不知道 把这五盒拆完之后 难不能凑齐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希望冰公主 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好多小粉丝给我留言说 想看所有的SSR卡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这本收集卡车 叶罗莉所有的SSR卡 都被我收集到了 今天就要大家来一睹为快 在每一本月罗莉收集卡车后面 都有一个卡牌列表 可以按照它推荐的表 来进行收藏 这里列出来SSR卡 只有B1001-011 也就只有这11张而已 但是呢 我收集到的SSR卡 远不止这11张 给大家看看 前面都是U2卡 目前我只剩下两张了 026和027 就把所有的30张全部抽齐了 我们直接来看后面的SSR卡 第一张SSR卡 冰公主 下面有它的编号B1001 然后是独娘娘002 003 金王者 接下来就是 林公主 004 罗莉 005 又一张冰公主 造型还不太一样 B1006 B1007 水王子 008 王墨 009 林公主 010 墨沙 011 白光影 按照这个列表 我们已经把B1 所有的都给抽齐了 但是呢 它除了B1 还有B2 001 星灵 B2 002 水王子 B2 003 黄尊 004 莫莉 005 罗莉 006 也是罗莉 而且它们的造型跟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然后是B2007 林公主 B2008 孔雀 火灵主 B2009 白光影 010 到研究这块就变成了C1001了 然后林公主 C1002 后面还有C1003 C1004 C1这块我估计我还是没有抽齐 C1005到之后的 应该是没有抽齐 或者也有可能是后面的就没有了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我之前猜出来的卡包 我没太注意它的编号 有可能给落下了 今天呢 我们继续完成 我们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把剩下的两张UR卡 搞定 好 我们来拆卡 这个是灵系猫 灵系猫我们暂时不拆 第三弹已经出来了 等我把第三弹的买回来 我们再对面拆一下 依然拿出来是猫 拆起来 第一包 开拆 TR卡的末砂 你看 这个TR卡 它其实也是有编号的 比如说这个末砂 下面就写的 TR035 下次呢我也把所有的TR卡全部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TR卡我估计我是不缺的 UR卡的闷多拉 018 剩下的就只有一张SR卡的奇纳 SR卡和R卡我真的是多的数不清了 每天我也可以把它全部找出来 给大家来瞧一瞧 这就是第一包的收获 来一张UR卡 还是不错的 第二包 7R卡的白光灵 编号027 白色的头发 漂亮 哇塞 这么亮 一下子就把我闪瞎了 UR卡的亮彩 金光闪闪 哇 这个服装真的是相当的立体 编号007 我们已经有了 有张SR卡的口气了 第二包 依然不错 来一张UR卡 就朝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我估计 今天就可以把它凑齐了 大家最喜欢的水王子 小帅哥一枚 TR024 又来一张UR卡 白光银 编号024 其实它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的鲜明 再加上银色的描边 果然非常符合它的人物色彩 可惜这张我们已经也有了 剩下的是SR卡的 舒颜 第三包 依然不错 来一张UR卡 换做平时的话 哇塞 绝对是 爆炸 TR卡口气 018 哎呀 这好像是张SSR卡 吴娘娘 B1002 剩下一个铁锡 SR卡 高炭铭 这一包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继续 哇 哦 曼多拉 T2023 哎呦 SSR卡的冰公主 B1001 第五包 接下来 哦呦 奇纳 编号009 最后一张 哇 火灵主 B2009 SSR卡 剩下的SR卡 曼多拉 SR卡的程式师 这一包依然差那么一点点 怎么UR卡又不来了呢 好难好难 哦呦 我最喜欢的莫莉 TR卡032 UR卡 黑箱0 030 哦 这张卡我们抽到了好多好多了 接下来 我 SR卡 舒颜 又来一张UR卡 这是第四张UR卡了吧 继续 搞起 王莫 026 炎爵 001 这一张的炎爵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帅 好多小粉丝都想要 SR卡的冰公主 这一包也不错 炎爵确实帅帅了 TR卡的亮才 编号013 哎呀 这后面是那SSR卡的 虹尊 你有没有发现他编号 C1006 这个厉害了啊 你瞧 我们之前猜到了004 现在又出现了006 看来我C1序列的 确实没有把它集齐 而且这个旁针 确实算 和我们的UR卡比一下 服装穿的好像是差不多的 姿势好像稍微有点不同 看来C1序列 还得努力努力了 回头我必须得把它全部找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SSR卡 到底找啥呀 最后一包了 美丽的诗诗 编号004 SSR卡 莫莉 B2004 说什么 今天的运气也是很不错的 猜出了好几张UR卡 严爵 黑香菱 白光影 亮彩 曼多拉 一共有5张 金灿灿 好喜欢 但是呢 和我之前猜出来的都重复了 总体来说 我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是没有抽到我想要的而已 每天运气爆盘 估计就可以把它 所有的都凑齐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有没有凑齐真的 凑齐的话 可以在评论器里面 扣个椅 好了 今天我们就猜到这里 谢谢大家 哈啰小伙伴们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们来继续猜 叶罗莉的金钻包 我的这个叶罗莉收集卡车 又集齐了一个人物 UR卡003 彭尊 给大家拿下来看一下 超级的帅 有没有 这个呢 是小伙伴给我送过来的 不是我自己抽到的 目前为止 我们就只猜两张UR卡了 0026和0027 凑齐这两张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这一次我们就只猜 5包金钻包 因为今天呢 还有个神秘的玩具 要登场哦 赶紧来猜卡吧 开猜 哇 TR卡的莫莉 只有一张SR卡 我天哪 太坑了 第一包 开局不顺 呦 我看到了 金钻 哇 UR卡 亮彩007 跟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亮彩的版本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UR卡上面的这个衣服 哇 超级的立体 栩栩如山 特别的带感 第三包 TR卡的孔雀 两张SR卡 一天运气不足够 UR卡才开这个衣服 这一包 也是 TR卡的冰公主 两张SR卡 你瞧亮彩 是不是UR卡的更好卡 这个造型 太酷了 这包了 哎呦 又是个金边 哇 火灵主 004 拆了5包 只中了两张UR卡 亮彩007 火灵主 004 虽然这次又没有拆到我们想要的卡片 不过呢 今天这个神秘的玩具 确实非常的敬严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当然是和我们叶罗莉有关系的 打开看一下吧 哇 两个 居然有两个 我都不知道 一个是我们漂亮的冰公主 花了137年 看它小 价格可是挺贵的哦 不过做的还是挺精美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叶罗莉 美颜公主 好像是用它化妆的 我居然还买了这个 想不到我 这个化妆盒我确实是玩不来 我们还是看冰公主吧 把它拆开 哇 哇 好精美的玩偶啊 这里还有两双鞋啊 这套应该是个支架 你把它固定起来 这里还有一套裙子 可以更换 我们把它固定好 瞧 这样就好多了 冰公主的头上还有王冠 这个王冠好像拍不下来 好像也行 算了 我还是标碰了 万一给它弄坏了怎么办 然后看它的头发 它的头发并不是纯白色的 里面还有一些蓝色的 一不小心都把它的头发给弄乱了 不过我也没有梳子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手 它的手部和手臂都有关节 可以做出来不同的姿势 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我是冰公主 不错不错 还挺灵活的 想怎么摆怎么摆 然后下面就是裙子了 裙子这边 哦还挺立体的 这应该是裙带吧 上面还有一些花边 特别的漂亮 这里还有一双鞋 给它穿好 好了 其实它里面的脚和腿 都是有关节的 可以给它摆不同的pose 这个呢我们就暂时不动了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套裙子 这个换裙子吧 也不太适合我 看起来还是这套比较漂亮 我们就不换了 拿卡片上的逼公主来对比一下 这套肯定是更立体了 而且它的头好像也能动 哎 哎 抬起头 哎 也可以往高抬 大家觉得呢 卡片美 还是真能美呢 留言告诉我吧 经过这一次的开箱 我决定了 我不仅要把卡片都凑齐 还要把这样的小玩偶也凑齐 摆满一桌子 哇 那得有多壮观啊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子杰 今天我们又来猜 叶罗莉的金钻包了 新到的整整一盒的叶罗莉金钻包 今天我们打算从这里面取出 十包金钻包 二四六八十 看一下这十包里面的卡片 能不能凑齐叶罗莉里面 所有出现的人物呢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 那我们就开始拆卡吧 先把这所有的卡包拆开 第一包 TR卡程式色 这是比较稀有的卡 然后看看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两张SR卡 三张R卡 好 这就是第一包的成果 第二包 TR卡亮彩 剩下的两张SR卡 三张R卡 第三包 有一个SSR卡 炎爵 TR卡 菲林 剩下的两张SR卡 小野业 两张R卡 这就是第三包 SSR卡 毛墨 接下来 这是TR卡 TR卡是谁呢 TR卡 门嵌 剩下的两张亮彩 都是SR卡 R卡 怎么连张UR卡都没有呢 TR卡 实施 这个已经有重复的了 然后呢 两张SR卡 曼多拉 菲林 三张R卡 继续 SR卡 林公主 TR卡实施 又来一张实施 不过形象有点不同 剩下的呢 一张SR卡 其他的都是R卡了 哇塞 SSR卡 孔雀 这是什么 TR卡也是孔雀 两张SR卡 还有两张R卡 还有最后三包 诶 今天有点奇怪 一张UR卡都没拆出来 TR卡 莫莉 剩下是什么呢 终于来了一张UR卡了 这个是王墨 哇 这张好像我之前就没拆出来过 这个版本的王墨特别的漂亮 瞧 形象大便 粉红色的描边 剩下的呢 两张SR卡 剩下两张R卡 这一包是什么呢 UR卡 莫莉 哇 金色的描边 太漂亮了 一张TR卡 分银沙 又是两张小野叶 剩下哪R卡 最后一包了 马上就拆完了 哎呦 SSR卡 毒娘娘 这个还是比较稀有的 毒娘娘很难抽到 TR卡 白光银 只有一张SR卡 苏妍其他的就是R卡了 简单整理了一下 我们只抽中了 两张UR卡 一个是UR卡的莫莉 一个是UR卡的王墨 这次的运气比较差 十包里面才抽中了两张UR卡 十张七R卡 每个金钻包里面都有一张 抽中了五张SSR卡 这五张还不错 没有重复的 然后呢 就是这十五张SR卡 这个SR卡的重复就比较多了 尤其是什么呢 亮彩 亮彩有四张 小野眼五张 然后摆在前面的这些呢 就都是R卡了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看这十包的金钻帽里面 能凑出来多少个人物呢 我们不要管什么UR卡 SSR卡 还是TR卡 或者是R卡 我们就看这个人物 到底能不能凑齐 从UR卡开始 UR卡有两张 现在有莫莉和王墨 TR卡 我们看有没有新的人物 孔雀 门嵌 亮彩 诗诗 又一张诗诗 诶 又一张 重复了 菲林 菲林没有 茉莉 茉莉有了 白光银 白光银没有 孙银沙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SSR卡 独奖奖没有 炎绝也没有 王墨 诶 王墨有了 王墨有了 灵公主也没有 诶 孔雀 孔雀 孔雀也有了 我感觉这张SSR卡比TR卡又好看了 那我就换了 我们看SSR卡 还有没有新的人物出现 小野业 小野业 亮彩有了 小野业 有了 亮彩亮彩亮彩 小野业小野业亮彩 有了 高太平 高太平没有 菲林 菲林有了 TR卡 铁锡 铁锡没有 水王子 水王子也没有 曼多拉 曼多拉也没有 好 分银沙 分银沙 分银沙有了 王墨有了 素颜 素颜 素颜我们就选最张吧 素颜没有 有18个人物已经凑齐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 阿尔卡了 阿尔卡 孔雀有了 孔雀有了 提娜 提娜没有 提娜放这边 王墨有了 陈词诗有了 分银沙有 孔雀有 菲林有 孔雀 茉莉有 孔雀有 孔雀有 剑盆 剑盆没有 菲林有 分银沙有 茉莉有 陈诗诗有 茉莉有 白光银 茉莉有 茉莉有 分银沙有 量差有 肩盆有 这里面已经凑出了20个人物了 还有谁没有出现呢 这个问题呢 就留给我们的小粉丝朋友了 赶紧去我的留言区里面回答吧 回答正确的小伙伴呢 将迎请 五包 金针包 我们将选取三位幸运的小伙伴 大家 赶紧留言吧 赶紧留言 赶紧留言